国民党立愿党团上午在开记者会重申 要国会改革以及恢复特征组主张 只不过自家党团总照傅昆琪 才刚抛出要成立国会特征组 就先引来了扩权违宪的质疑 对此国民党今天强调成立司法特征组 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只是在之前要先完成国会改革 建立听证和调查制度 但民进党团总照柯建民就痛批 毫无法治观念 有绿能光电的弊案 军事采购案 疫苗采购案 进口快筛四季的弊案 到现在为止都石沉大海 一一点出绿营执政正义弊案 国民党立愿党团再展现监督决心 召开记者会重申国会改革主张 更要力推恢复特征组权力大逼反弹 我们更痛恨的是 像是这些诈骗集团如同RMB 他跟这些民进党的高层错综复杂的关系 请问一下到现在司法办了吗 延续自家侯友宜 继选总统时的政见 来以喊话 冲起司法特征组是最终目标 但第一步要先争取国会听证权和调查权 让立法委员充分发挥监督力量 兰一要建立阳光国会让贪腐无所遁形 再引来民进党立愿党团总召柯建民在开炮 毫无宪政法制观念 直言国会扩权根本违反权力奋力原则 国会没有准司法权也没有调查权 这是一个很确定的权力奋力原则 我们经由立法的监督去调查相关的事实 当然最终还是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司法特征组 蓝绿隔空嗨祸特征组重启与否 从选前到选后依旧是政治共法话题 接参调冯浩宇台北报道